大家好,我是豆妈 今天蒸了一锅双色馒头,个个乐开了花 不仅好吃,而且颜值也高 先把南瓜、紫薯切薄片 放入锅中蒸熟 取出分别倒入料理机,打成细腻的泥 紫薯打泥是要加水 我用500克制发粉倒入300克的南瓜泥 这个制发粉不需要另外添加酵母粉了 搅拌絮状后揉成面团 500克制发粉倒入380克的紫薯泥 搅拌絮状后揉成面团 取出面团放菜板上,揉匀揉透 把两种面团都揉光滑 紫薯面团搓成长条 分别揪40克和60克面剂 南瓜面团搓成长条,揪60克一个面剂 三个面剂为一组 重量分别是60克、60克和40克 取60克南瓜面剂擀成圆形的面片 放入40克南瓜面团包起来 再把60克直煮面剂擀成大面片 包裹住刚包好的面剂,整理揉圆 顶部画十字花刀,一个馒头的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盖上纱布,饧面30分钟 水开上锅蒸18分钟,关火焖3分钟 哇,真漂亮啊 个个乐开了花,有紫薯的香,南瓜的甜 特别的松软 小唐都说比面包还要好吃 加油挑食的孩子 妈妈快动手安排吧